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我们的这个战力他们还没调整好啊 奇怪 这两亿多 好 没关系 这不是我今天的影片重点 今天影片的重点是 咱们的这一只牡丹 比基尼 这一只角色的话 他原本六角的话是没有任何的突破技能的 那各位 这一次改版过后 应该不算改版了 这一次更新过后 咱们的牡丹 比基尼 然后他现在多了一个突破技能啦 是的 各位 这个突破技能的话就变成说是直接性的 针对我们的牡丹 可以提升20%的这个血量 所以我就想说 我原本我是大概23左右 2322左右的血量 结果我一个上线发现 哎呦 25万多了 所以正式突破25大关 然后各位 咱们的这一只辅助型的这种牡丹角色的话 因为他本身 他的三维在血量这个部分是比较注重的 所以各位你们只要专心搞 搞牡丹的这个血量 及他的这个 呃 咒纹的重注 这些东西都特别去注意一下 你一定可以把他的血量洗得非常多 反正牡丹的攻击 呃牡丹的血量能够洗多多 就洗多多 你看我尽量 这是最烂的 我还没有给他想办法 弄到起码一生命嘛 是不是弄不到 然后你看 我都尽量了 尽量去给他凑 然后呃 总体来讲 我的这个血量已经到25万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 还是不错的一只牡丹 那今天开这个视频 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牡丹开放新的突破技能了 而且听说好像陆服 好像没有更新这个部分哦 因为我问我 同伺服器的一些朋友们 他们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好 各位 然后再来跟大家update一下哦 就是 反正你们今天要点哪一个招式到15级 我觉得都OK 可是我个人认为 深深个人主观认为 不代表所有啊 你们可以自己去研究 你们自己想要的 我觉得 临界庇护跟悠长假期 这两个效益最低 为什么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10级的部分是12.5%的一个护盾 8秒 然后15级的话就多个2.5%的这个护盾 所以简单来讲呢 我们来细算一下 就是假如说以我这25万的血来说的话 那就等于是临界庇护你可以获得 37000的这个护盾15%的话 那你假如说不是15级的话 那是10级的话那就是31000多 那才差5000多 我个人觉得这效益非常非常低 随随便便普攻一下都破万了是吧 再来 我们来优长假期这个部分 各位看一下 优长假期你看 它一样是10秒的一个假期 所以15级的一个部分 一样还是10秒 然后每秒恢复 自身生命值只有多1.5% 那就只是多几千的这个生命 我个人觉得效益很低 然后再来 结束时对己方全体提供攻击力12%的治疗 那12%跟10级的只差2% 那很好 一样都是5000左右 5000多的一个增加而已 所以 临界B5优长假期是深深个人不推荐的 然后我就很推荐大家可以用 我啦 我自己本身大家看得到 我是用通灵守护的 通灵守护的话 我想要让我的全体的角色 可以变得更硬 因为我已经感觉得到 未来的一个阵容分配下去 大家都有这个霸体 免疫 又很会补血 又有角目的一个效果 所以撑尾盘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这只角色 我让他选到这一个15级的 这个通灵守护 你看哦 10级37.5%伤害减免 然后15级是45% 所以差了7.5% 然后秒数的部分的话 整整多了2秒 双方每个以死亡的单位增加 6%的一个伤害减免 然后这个就稍微少一点 就增加一个 因为这是会额外再叠加上去的 所以我觉得通灵守护效益最高 那假如说 你想要打奇特阵龙 就是对面是有很多有角目啊 那种很难打死的那种角色的话 点灵界百度人也不是说不行 也是OK的可是你要点连接百度人的话 就切记不要穿马套 好吧 因为你穿马套的话会减少他的这个伤害 你看25%真实伤害 然后马套不减15% 那等于只有10%真实伤害 那效益太低了 所以15级的一个部分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两个东西你都可以去做选择 那这个就是深深的一个想法 你们可以再去斟酌一下 好不好 好 那再来这个部分的话 皱纹这部分 我还是再继续更新一下 再说一下好了 就是一样 我们的135啊 尽量写生命 尽量写生命 让你的牡丹的血越高越好 那攻击力的部分的话 就凑合洗一下 就加减洗一下 因为他还是有一个这个优长架起的这个技能 攻击力的这个治疗 这个也是不无少补 所以这五条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 那当前牡丹还是没有开启他的这个助战 各位 另外这个影片 我还想要告诉大家一个重点 那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夏季特惠礼包 只卖到7天过后 所以就是7月的20号左右就没了嘛 对不对 各位现在这个免费礼包你还可以免费领18天 各位各位 我跟你们说 牡丹这只真的是免费的平民神角 很好用 再加上他现在又突破了这个六角以上的突破技能 我个人觉得 我很希望有在看深生活影片的人 你们都要往六角的牡丹去迈进 那假如说真的不想要克金的话 那也没有关系 那你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免费领包领好领满 算一下说你还差多少碎片六角 若是你不克金 那就希望未来某一天会有活动 可以让你持续的拿到牡丹碎片 可是我不敢讲了 我感觉应该没了 那假如说你愿意克金的伙伴们 那你大可就直接算好那几天 然后先把这个包先买齐 然后就你看像我这样算嘛 你假如说扣掉这个18天 18天那可以有90片的碎片 那假设扣掉90片以后你还差100片 才可以觉醒六角的话 那你就在这边再补个三包到四包 那这个部分因为是克金的部分 深深主张是不克的 所以大家可以自行斟酌一下 那我为了实验家的一个精神 我把牡丹弄到六角了 那当然效益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高的 牡丹真的很好用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观众 你们当初有看深深的影片 弄到五角 你们一定非常有感 有牡丹跟没牡丹的差距一定是很大的 再加上你去打修行之路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四次猿屋 这个东西都非常好用 有牡丹帮你去扛所有的这个伤害 好 然后四次猿屋的部分的话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阵容吧 那个阵容的话 我应该还没有跟在座的一个朋友知道 只有某一场的直播我有跟大家公布 来很简单啊 鲜水 然后磨悠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放个大悠 那假如说有小炎王的 把小炎王也放上去 来通用小炎王 好的 诶放错 好 阵容的部分大家可以自行斟酌自行去排阵 这个阵容的话 你只要练度是够的 过到200关绝对没问题 我这次没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懒得换兽灵 加上这几天比较忙 那假如说你们有这样的一个练度的话 可以按照这个阵容 踹踹看 我觉得效益应该是还是没有问题的 那 暗黑武术会现在点开来看 基本上十之八九都是有牡丹牡丹牡丹啦 那各位 你还不练吗 赶快把他练起来 牡丹的血量能够先破二十万 二十万就是最大一个重点了 先破二十万才重要 然后再来下一个目标就像生生这一只一样 二十五万 那 反正右百书现在都是在出比基尼系列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三巨头才会出啦 好啦 没关系啦 反正就这个样子吧 先慢慢玩 然后今天晚上生生我会把留价抽出来 然后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留价到底强不强 好的 那今天紧急加拍的这部影片 就简单的告一段落啦 还没有订阅生生来的频道朋友们 可以帮生生点一波订阅 按赞并且分享 然后生生的付费会员开启咯 假如说支持生生一波的也可以加入会员 可以进入我们的专属生粉赖群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啰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